能玩懂这款游戏的人 估计都已经超过30岁了吧 世上英雄 近期Steam新品节上线了一款 国产的像素风格的独立游戏 我们的主角是一名普通的理发师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有一只大黄狗 游戏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90年代的乡村 那个还没有手机和各类电子产品的年代 剧情讲述了父亲接女儿放学后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游戏中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小游戏 通过小游戏的互动 重现童年时期 老师电视机内玩游戏的场景 记录那些曾经美好的游戏时间 让我们重回90年代 现阶段这款游戏 Steam上有免费的demo可以下载 完整版预计今年也能上线 想体验的同学可要抓紧时间了 好了 游戏开始之前 也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的赞 没有关注的同学 欢迎点播关注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什么声音 有一个放磁带的声音 狗 狗鸡 狗鸡 爸爸狗鸡 我知道他就要把口鸡还给我 他要听爸爸吹口琴 直接开始了 按下键盘左右键进入 刚开始是一段音乐游戏吧 就是爸爸坐在椅子上 在这里吹口琴 然后我们要根据不同的音符 把这个音符正确地堆进去 能让就是录进这个磁带之里 哦 哎 口琴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好 一步过来不着急 好的 哇 这个音乐感觉好 复古好童年 好的 那在这个口琴声中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游戏 哎 电话响了 哇 这个画风 我觉得不错 跑复古的电话声 我们是一个胡指拉扎的大叔 喂 哈喽 喂 哥 怎么是你啊 老妈去烧香了 我替他看电 巧了 我也要替别人干活 今天值班的老师突然有急事 我得帮他去守大门 还有巡逻教室 怎么办 我现在没空送莉莉回去啊 等全部结束就晚了 放学了吗 放了呀 现在有没有生意 好的 那我们在校门口等你哦 拜拜 哎 哎 看这个样式 桌上的样式 好像有点像理发馆 干嘛 怎么轮到你哭了 没有 我就是开心而已啊 哎 被孩子看到多不好 哥哥都说 我们家的莉莉身体差 发育池走路学的慢 说话也慢 说什么看样子 活不久了 可是我一直认为 他跟别的孩子 没什么不一样 本来就是好好的 你还在意那群人 胡说八道的蠢货 他们懂什么 我觉得这孩子一定能长大 那当然这不是废话吗 莉莉哦 是妈咪对不起哦 你再忍耐一下 再坚持一下 嗯 天呐 怎么办 我的眼泪止不住了 行 你歇会吧 别哭了 哎 这里 这是老爸放的这个磁带里的声音 芝麻卷 出去走走 感觉这是一个音乐故事游戏 我们就正式出门 哇 哇 感觉像90年代的故事 你看外面的这个景色和这个场景和这种建筑 这种路灯 南风理化 南凤理发 果然他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 欢迎光临理发起头 软烫菊油 四姐姐照相馆 哎 哈喽 这是谁啊 这是一个看线片大叔 有事吗 我想照相可是店里没人 柳宗元 哦不 我是说这店老板应该是去河边钓鱼了 你很急吗 这乡里还有别家照相馆不 应该没有了 好 那就看起来我们是一个乡村的一个理发店的大叔 那就麻烦了 我是隔壁镇上来的 才在纸箱厂商两天搬 厂里有些手续没有照片搬不了啊 这生意做的真潇洒 才五点就关门了 他是这样的 估计早就跑了 别说五点 你两点来可以是一样 简直不可想象 这样搞店不会垮掉吗 他也不在乎啊 那今天不会再开门了吗 难说马上就天黑了 如果还钓不到鱼 他就会回来 要是钓到了呢 那当然就继续了呗 没办法 我再等等看嘛 好 我们继续走 诶 狗狗还在等我 好 诶 这个好怀旧啊 这个游戏 你看 这个破破的小屋 然后配钥匙 这里是电焊修摩托车 哈喽 可以和他们聊一聊 阿诚最近生意越来越好 感觉都快忙不过来了 好 纸冰电器 老周木工 这边都是可以对话的 我们就不对话 跟着狗狗继续走啊 因为还有急事出去 路上的NPC可以聊一聊 诶 林家酒楼 门口这有一个小学生 坐在这个两个椅子上写作业 我小时候写作业也是这样写的 哈喽 我跟他对话聊一聊 诶 哈喽 谭叔叔 诶这是他们 已经在写作业了吗 挺好的 嗯 没事 你继续学习 小朋友有点太内向了 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了 幸亏我家地主妹也不会这样 诶 我小时候也这样学习啊 这个是包括送信的 纸冰到龙水 这是一个公交车 这边这是一个长途车 然后这里下棋的老头 喝茶的老头 哇 看起来这是一个90年代左右的小镇 诶 我们来到学校了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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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们接孩子吗 带着一只大黄狗 哦 红领巾 纸冰箱中心小学 啊 这个小罗里好可爱 你也来接我呀 就是接孩子放学喽 啊 好棒啊 这个音乐 我们来啦 阿爸 你书包呢 不用带了 作业也不用带吗 我都写完啦 有这么快吗 真的 你们小姑 行吧 相信你 我有话跟小姑说 你在这等会儿 别乱跑啊 好 纸冰箱中心小学 哇 真的是回忆满满 老妈今年又要连续 烧月香了 二十一天 她说了 你不去吗 不去 去一次也可以吧 不去 没必要 对了 明天我没空 地主妹 午休别回家了 让她跟你在学校 吃食堂吧 好 她姑姑是学校的老师 看起来是 干活啊 交货收钱 还差多少手术费 蛮多的 不过今年生意算不错 慢慢来吧 应该能攒够的 就是孩子要受苦一般时间了 我还可以再借点给你 不必了 我身边的人进了一圈 现在背的债已经够多了 好 看起来她家里人 有人做手术 所以这里 需要努力赚钱 我又不用你还 我的好妹妹越来越阔绰了 看来以后 让我这个先父带动我后父了 跟她没关系 是我自己存的工资 她吹牛倒是响亮 这么久了 没往家里寄一分钱 还带你后父了 先带我吃一次西餐就不错了 西餐什么了不起 看起来就不好吃 怎么知道你又没吃过 反正那钱还是自己留着吧 要在那种大城市立足不容易 她的工作应酬越多 花销肯定不少 你吃着跟着一起过去吧 到时候又要买房子 孩子要读书 我还没决定呢 不想去 朋友家人都在这边 那边人生路不熟的 说话都听不懂 始终还是得去的 待在这里也不现实 都结婚了 首先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小家庭 计划好未来 你现在已经是每个月补贴 爸妈的生活费了 我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什么你的事 我的事呢 莉莉是我侄女 就是我就希望她健健康康的 早点做早点好 孩子没那么难受 我们就不用 原来是她 这个孩子应该又要做手术啊 我跟你说个事 我看了莉莉一作文 她好像有点难过 语音课有写作练习 让孩子随便写点东西 这题目是在学校做什么 好像发现了 因为她身体不好 很多游戏不能跟同学们玩 以后同学渐渐不找她玩了 没有人和我玩 我就只能自己玩 可是我不能不开心 如果我不开心 爸爸奶奶就不开心 所以呢 我也要开心 没有人和我玩 也要开心 她写的大概就是这样 看的我挺心酸的 哥 在学校我会想办法的 你平时在家也多陪陪她吧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嗯 我继续开门去 哎呦 不容易啊 之前说的手术费 应该是要给她女儿 她女儿应该得了什么病吧 爸爸回家吧 快回去 我想看电视 你饿不饿 我不饿了 那我们先不回家了 爸爸带你去河边玩好不好 啊 好啊好啊 那我们出发啦 再见了 副展长副展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叫我常老师 小姑再见 好了 那这边就带着我们的女儿呢 去河边 哎 这有一个光头在这里打篮球 哇 外面的田野 这里看起来好棒 哇 去 阿爸 累吗 要不要我背你 不用了 我不累 阿爸 我走路那么慢 你跟着我是不是很没意思啊 我们帮的人都嫌 我们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嗯 确实有点无聊 那我们来比赛吧 比赛比什么呀 石头剪刀布 赢了的人就往前走石步 输了就留在原地 然后继续下去 谁先走到尽头 谁就有奖品 有奖品 还有奖品是什么 只要你赢了 明天给你买面包 吃大豆沙包 准备了 比赛开始 石头剪刀布 总算有操作的余地 我要出步 嘿 石头剪刀布 诶 我赢了 哎呀 那我先出发啦 就看谁先走 谁先走到路头啊 这个游戏蛮小清新的 停 不许再走了 你走太远了 犯规 好 那我们再来 还不到石步呢 你腿比我腿长 一步走得比我多 这不公平 好呗 那就直到这里 继续 他刚刚出的是石头 那我下一步我要出 他肯定出剪刀 那下一步我出石头 心理学的博弈 石头剪刀布 都是石头啊 你赢了 你是布吗 明明是石头啊 哎 马赛克游戏 我看不清他手 是什么样的 哎 你这走得也太远了吧 你怎么在我前面了 我也是走了石步呀 肯定不止你耍赖 我没有 本来我就在前面的 是你自己一开始 往后站了 这也怪我呀 就是这样 好好 你说了算 来石头剪刀 刚刚你是出石头 那我出布 石头剪刀布 嘿 为什么又是你赢啊 你 你是剪刀吗 怎么回事 好像小姑娘犯病了 地主妹怎么了 有点喘不过气 头晕晕的 你走太快了 回家吧 不要 阿爸 你不用担心 我没问题 我还是想去河边玩 去嘛 好不好 行 就去 你要是很不舒服 就跟我说啊 可是阿爸 刚刚比赛怎么办呀 算你赢咯 明天下午 你放学后来 就有面包吃了 好吧 谢谢阿爸 只能背着小楼梨 继续前进了 这个游戏的剧情 我怎么感觉 结尾会很悲情呢 哇 这里景色好棒 夕阳 阳光 油菜花 然后远方的高山 还有悠阳的音乐 我们来到了小河边上 我家 我老家附近 也有这样相似的 一个小河 带来一只大黄狗 太阳这么矮 它快要下山了 令我们好近啊 别盯着看眼睛会不舒服的 禁止跳鱼 炸鱼 毒鱼 这是一个山脚下的小村 哇 阿爸 这阵子好像没那么快天黑了 是啊 因为已经是春天了 到了夏天 太阳下山就更晚了 是这样的吗 对啊 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阿爸 什么是规律呀 跟乌龟有关系吗 规律就是怎么说呢 你可以当它是习惯 规律就是不变的习惯 春天大自然习惯了太阳 这时候下山 夏天又是别的时间 就像你 习惯早上七点起床 晚上九点不睡觉 大自然也有习惯 当然有啊 好奇怪 他又不是人 很多不识人东西 也是有规律的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东西都有规律 不明白 等你大一点就明白了 阿爸有点累了 在这坐一会儿 好 哇 好棒的景色啊 我也想去山脚啊 最近疫情 感觉一年多都没出门了 地主妹 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课间都玩什么游戏啊 不知道 他们都不跟我玩 他们怎么这么坏啊 为什么不跟你玩啊 因为他们玩的东西 要很多力气 我很快就会觉得累 所以玩不了 什么东西那么费力气 不是下下棋 打打卡片而已吗 才不是呢 他们现在都在演戏 要经常跑跑跳跳的 原来是演戏啊 那你不是很清楚 他们在玩什么吗 我没有 他们演什么 不知道 威风女侠 那个动画片嘛 女侠对付坏蛋的动画片 他们玩的时候 一个人当女侠 另一个人当坏蛋 然后就演他们打架的样子 那如果让你玩 你想演谁呢 当然是女侠呀 那我跟你演一下试试 阿爸也看过那个动画片哦 真的吗 可是怎么玩哦 我没有力气跟阿爸打架 不用真的打 把眼睛闭上就好 好 宝山镜听我说 然后用心去想象 想象一下 你是威风女侠 我是坏蛋 我叫什么呢 我叫剪刀怪 现在我去做坏事了 结果正好在路上碰到了你 所以呢 我先下手为枪 在背后偷袭 哈 阿爸你干嘛捏我脸 我已经开始攻击你了 我是剪刀怪 我们是敌人 见面就要打起来 你搞清楚了吗 搞清楚了 诶 what 这 什么东西啊 怎么一言不合就口袋妖怪了 我说你瞎 今天真不走运 竟然碰上我 剪刀怪 倒命的是你 快投降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呢 啾啾光线 嗡嗡声波 咔嚓剪刀 来个啾啾光线 剪刀怪使用了 啾啾光线 吊 哈哈哈哈 微风女侠 巧妙化解了攻击 毫发无伤 微发水牙 红红火火 喷火龙 使出大自爆吗 哎呦 掉起来 剪刀怪受到重创 怎样对付微风女侠 来 嗡嗡声波 剪刀怪使用 嗡嗡声波 嗡嗡嗡 好 阿总算掉起来 微风女侠被激动 吃个大亏 微风女侠使用 红韵当头 这什么东西啊 剪刀怪在此 不痛不痒 阿爸 什么是不痛不痒 这什么又受伤啊 不行 红韵当头很厉害的 好的好的 啊 剪刀怪觉得疼的不行 要怎样对付他呢 来 叉叉剪刀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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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我自己掉起来 剪刀怪受了伤 接下来很难发挥实力了 为什么我出招 反而自己会受伤啊 因为我反弹了呀 还有这招你也没说啊 这是秘密武器呢 不能说出来了 哪里有这么狡猾的女侠 女侠就是很聪明的 女侠使用了福星高照 怎么有一颗星星啊 完了 我被嘴炮杀了吗 难道是 我被剧情杀了 这不科学 哎呦 这个游戏有意思 好玩吗 好玩好玩 如果以后他们不跟你玩 那就跟阿爸说完 阿爸和你玩 好呀 不一定是演戏 什么都可以 你想做什么事情 阿爸都陪你 阿爸都陪着你 真的 太好了 哦 地主妹 再坚持一下 等你的病好了 就可以跟别的孩子一起玩了 阿爸 我是不是很快就要做手术了 还怕吗 不怕 有阿爸陪着我 我又不怕 没事的 一下子功夫 马上就好了 嗯 哦 有一个渔船 飘了过来 看起来这里是一个南方的城市 有山有水 阿爸 妈妈在的地方 也会有人陪他玩吗 会啊 那里有很多人的 他会有新的朋友 那就好 阿爸以前说过 妈咪不能回来跟我们见面 也不能写信和打电话 所以老当心了 担心他会会孤单呢 但是我又在想 阿爸说 妈咪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样的话 他还是不要回来比较好 看起来应该是他妈妈去世了 好好生活 努力学习 妈妈应该知道了吧 他也一个好好生活 唉 会的 他会的 阿爸 我好想妈妈呀 我也想她 哇 这个剧情 故事剧情好感人啊 后面应该就是要努力赚钱 为这个孩子赚取手术费 然后最终治疗手术 未完再去 好吧 那这个世上英雄 现在也只是一个demo 最近也是steam的新品游戏节 发出的demo 具体发布时间应该也在年内 应该是一款国产的回忆下的游戏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后续的剧情还有待观察 至少这个游戏在初期的一些视频质量和画风音乐等等都还算不错 也就希望他再接再厉吧 好了 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这款非常好玩的世上英雄demo呢 就在这里结束了 喜欢同学呢 不要忘记点赞 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就是下期 再会咯 嗯 大家 拜拜